我們各位國際班的學員 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個課 叫做發力眼光看現實台灣 我們會用一些現實的一些新聞事件 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用帶來有一點國際華人的眼光 國際華人一些概念 我們來分析一下一些實事 來解釋台灣的真實的法理地位 這個最近的新聞 三月十三 民進黨的婦女部主任 他去聯合國的婦女 要參加聯合國的婦女會議 他說是三台灣護照 結果被人家拒絕 這個聯合國一平的工作人員跟他說 這個護照不行 這是政策 It is policy 奇怪 為什麼中華民國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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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來面這間活躁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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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世界大靠靠 但是為什麼這個負責 他說的台灣負責其實不是真的台灣負責 現在怎麼有台灣負責 沒有啊 現在沒有台灣負責 現在你拿的負責有這個嗎 這本呢 綠皮的 綠皮的中華民國負責 綠皮是什麼意思 流亡政府 或者是說他去另外一個國家 做政治庇護 那個國家發給他這個旅行證件 上面就是綠皮的 所以是無國籍的人 還是說你是日本政府 不被承認 沒有真的有主權帝的國家 他發的護照 通常都是綠色的 所以你如果出國 他就放一個 在那裡放一個綠色皮的 我告訴我官員看著你 就知道你的身分跟人家不一樣 你不是國家 你不是國家 所以這個 拿這一本 絕對不是台灣的護照 這一本 只是一個流亡政府 發的護照 給他的流亡的子民 出國越形容的 但是這個 這個旅行證件 出國外國 你的一些權利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處處碰壁 也處處碰壁 所以 既然說這本護照 這麼厲害 你怎麼想要改變 有啊 有啊 你就是想改變了 不然你不會來這麼多 對不對 但是改變 改變現在這個無恥上的行蹤 那不是說 往往一個老人出來 他就有 所有的台灣的問題 全部都解決掉 那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子 啊 那就順應這個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在競選 第一次的時候 他有一個競選的口號 叫什麼 Change 對不對 啊 他說啊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改變啊 改變啊 不會來啦 你如果是要 你如果要按別人 啊 還是說要按說 啊不然人工才來改變啊 請問一下 這個改變怎麼不夠 這個改變怎麼不夠 這個改變怎麼不實現 不會 不會實現 你如果要按別人 還是說要按說 人工才來改變 這個改變不會發生 那就感覺說 現在民進黨的頭人 他們現在對台灣的國際地位 或是說台灣不自身的現狀 他們都有一種言論 叫什麼 留給後代子孫再來解決 有沒有聽過這個 有喔 聽聞一下 留給後代子孫 怎麼不改改 不會改改啦 你現在如果沒有改改喔 後來後代子孫 他敢有那種認知 敢有那種概念 敢有那種概念 敢去改改 不會啦 都不會改改 所以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但是呢 歐巴爾也會再說啊 We are the one we've been waiting for 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k 我們 就是別人在亂問的那個改變的人 台座還有啦 不管我 我們就是我們在亂問的那個老人 我們就是 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k 我們本身改變了 我們要找的那個改變 就會被我們找到 所以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的現狀 給台灣的國際地位進行化 這件事 是你的事還是我的事 大家的事嘛 我們自己的事 所以這個概念要先確定下去 因為是有一個無知性的狀態 所以 我們就開始來做一些改變的動作 這個 三月十二 這個秘書長夫人 在美國國家記者會 俱樂部 發表演說 演說 我們去各美國 跟中華民國 就是在美國的第二次過程 各美國 說 中華民國 他來台灣之後 把我們台灣的日本國際 把我們促銷嘛 對不對 他這個 把我們促銷 日本的國際 這個是對不對 這是錯的 美國 美國有促銷 改變我們的國際 也沒有 他把我們改變國際 這件事 他用什麼 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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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改變的國際 行政命令嘛 那一道行政命令 對不對 也不對啊 那一道行政命令 有沒有符合 國際法的要求 也沒有嘛 是怎麼沒有 待會兒我們漸漸 來分享給大家聽 所以 我們的各所 就是要把 這個 民國 把我們 錄在我們 中華民國的國籍 甚至是 日本 給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護照 對我們來說 都是無效的 都是沒有效的 這是我們的委任律師 叫做Charles Kemp 他 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秘書長夫人 他講出來之後 換他 做一個 去行訴訟的一些說明 還接受 記者的提問 所以 選舉 要給大家問一下 為什麼 你會來這裡 為什麼 你有受課罪嗎 為什麼你會來這裡 你會來這裡 你會來這裡 是為了什麼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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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心裡 會有一種 願望 你會來這裡 如果是說 要來這裡 取得名 取得利 請問一下 這不是你的目的 不是 你來這裡 可能 我們有官員 給你做 你有得到名 你有官員 所得到的一些 一些報酬 這就是你 但是這 是你的目的 不是 這是你 你去追求 台灣國際 地區改變的 過程 都跟 他 所申請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 不能把他 不能放在這種結果裡面 我們目標 要在 改變 台灣的 國際地區 讓他國際地區 正常化 來 好 當然有很多人來這裡 有很多種理由 包括 有人來介紹 我來討論一下 請問 你若是這個 概念來的 你來台灣民進府 你這樣 周車奔波 還要專訓 還要過五官 請問一下 你敢 你敢不敢 我想你可能中途就退出了 你如果說要對 中華民國抗爭 表達不滿 他的認證內容 請問一下 你敢來對的地方 敢要抗爭 敢要抗爭 就去 對那些 力量去街頭抗爭就好了 但是這樣敢有作用 沒有 也沒有作用 你希望對中華民國的執政黨 把它制衡 我們敢是要跟 中華民國 要制衡 他的行政措施 敢來 不必 因為中華民國 他所做所為 我們怎麼 不合作 我們也不會 配合 你如果 人家說 來這裡 會發聲說 台灣可以獨立 你敢怕一個地方 你也怕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台灣民進府 已經告訴你很清楚 台灣沒有辦法獨立 台灣沒有辦法獨立 所以你要用這個行為 我想 你可能中途就會退出了 但是 你的願望 如果是說 希望 台灣 台灣人可以解開這個政治枷鎖 離開政治戀獄 欸 這樣 你的目標 蠻崇高的 你可憐的不辭辛勞 你的管理就是不斷的受訓 你會 因為你知道 那個遠大的目標 如果達成 你可以造福萬事的台灣子民 對不對 啊 你會說 台灣國這個地方的政策 你會繼續堅持下去 我相信 你會堅持下去 一樣 你會用這個 美國 那個人的 人權鬥士 叫做 馬丁路德基恩的博士 他 他 在這個1963年 在美國 林肯紀念堂頭前 合飄一個演說 這個演說 叫做 《我有一個夢》 I have a dream 他知道 那時候美國人的 黑人 他的政策地位 跟白人 有對定嗎 沒有對定 甚至 他們黑人要坐巴士 美國 白人坐 他們黑人就不能坐 所以他那時候 美國黑人 人權地位 其實是不正常的 但是他不正常的期間 他這個演說 他有那麼多 好早 那麼大 那麼多人來 你知道嗎 這個場面 有幾萬人 10萬 20萬 25萬人 以前還有Facebook 以前還有Line 以前有Twitter 以前有在網路工具 可以號召那麼多人 來參加他的演說 沒有啊 他剛好在二大報紙 抗公圈 說我這天 要來林肯紀念堂頭前 要來做一個演說 請你們大家都來看 來聽喔 他怎麼這樣做 沒有啊 但是 因為 馬丁錄的獎恩 他在追求的 改變美國黑人的 你們款地位的行動 那是他的目標 是 是他的目標 但是更重要 那是其他 所有美國人的目標 所以 那麼多人來 25萬來 那是為到馬丁錄的獎恩來的 不是 他為到他什麼人 為到自己來的 因為他認為 馬丁錄的獎恩 說的那個 狀態 那個未來 那個狀態 那是對的 那是美國人 買了應該走 去的那個 那個狀態 那就是對的 所以 那麼多美國人 不論是 北人 還是黑人 都加入 美國 馬丁錄的獎恩 他所 宣示的 他所 勾劃的 那個願景的行列 裡面 所以 美國人的 那種現狀 就像這樣改變過來了 好 馬丁錄的獎恩 他不是 他不是 國會議員 不是啊 他不是 他不是 行政官員 也不是啊 但是他沒有錢 也沒有理 但是他 我就號召那個人 對不對 所以 他說出了 大家內心的 願景 大家內心的願望 所以大家 為了在改變 是為了什麼 為了自己 一樣 你如果來台灣民進府 你為了什麼 你也是為自己 因為你發現 台灣民進府 給我們的 這個願景 是健康的 為了自己 來改變 好 所以他就問說 那你的願望 是什麼 What is your dream 馬丁錄的獎 他有他的夢想 我們來這裡 我們的夢想是什麼 就是這個 我們要把台灣的國際領域 政上發 這是你的願望 也是我的願望 我們共同為這個 自己的願望 來做打拼 所以說一個小故事 為什麼 為什麼來的 這個概念 是這麼重要 我們說一個小故事 這個 木匠的故事 以前 有一個即將退休 他技術非常好 的一個木匠 他們老闆 要求他 要 要 借退的時候 叫他 蓋一棟木屋 蓋一棟木屋 這時候 看見到的就是 木匠的態度 他怎麼想 來 木匠的習慣 他就是這樣 我為老闆 做 做工作 做25年了 這不簡單 已經熬到 退休的年紀了 在這在退休的時候 老闆還沒有讓我輕鬆一下 連這最好一棟房 也要叫我蓋 公司也不是沒有其他的財富 為什麼要叫我蓋 木匠的想法是說 我就要給他退休了 不然我就給他 移補一下就好了 秦菜 秦菜去蓋就好了 這個房屋的品質 會怎麼樣 穿一個那麼好 品質那麼好 一定不好 最後 房屋好之後 老闆告訴我 感謝你 在這25年來 從公司的支持 有時候 沒有你認真 做工作的台大 還要蓋這個木匯 拼一個要求 過去他那裡的房子 不可能不會比人更多 讓公司的結局 這樣穩定的行動 在這裡 要叫你退休的時候 還叫你蓋房子 真的很抱歉 有時候要感謝你這25年來 在公司的貢獻 有時候要向你鄉上說 你別人住在你的房子 那種摸他的喜悅 最好這棟房子 我當時送你做你的退休的禮物 哇 哇 哇 這個木匯 你想這個木匯 他心裡有什麼 可以了嗎 你如果載到 比較好去就好了 對不對 對啊 要再好好去 去到 去到他所有的家裡 最經典的那一棟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那就是 他的心裡的生活 他為什麼要蓋這棟房子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蓋這棟房子 他退休之前 他在蓋房子的時候 他的心裡是這樣想的 我的技術一流 對品質要求嚴格 我蓋房子 都讓客人住在吃麻衣 全家的團聚在蓋房子裡面 享受快樂歡樂的生活 對那間房子很麻衣的感覺 對啊 但是他在蓋房子的時候 他這種想法 為什麼要蓋房子的想法 改變了 他想說 就要跟他退休了 應付一個軌跡就好了 所以那間房子 怎麼會有好的品質 不會嘛 當裡面的人 就開始 那個不好 那個不好 陷了 那我就快樂的生活 也沒有 所以 在這裡 為什麼木匠 他要蓋這間房子 他做了一間房子 跟他進人蓋的房子 那種心裡的為什麼 不一樣 對不對 不一樣 所以 你心裡的 為什麼 你要蓋這間房子 跟你心裡的所想 為什麼 你要來台灣民政府 你的設定的目標 如果不一樣 你所做出來的行為 對 不到位 對不對 所以 你為什麼要來台灣民政府 而且要接受這些受訓 我們來想完之後 我們其實要了解 這幾個國家 這幾個董事者 他們的關係 對吧 這是我們嗎 我們跟台灣民國 還是台灣民國跟我們 我們的關係 我們的關係 是什麼 日本跟我們 我們 我們是什麼關係 美國跟我們 美國跟 台灣民國 美國跟日本 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個 這幾個地方 都看見到 日出世界大前 太平洋戰爭 在後 三星會有些結果 我們知道嗎 日出世界大前 美國 打贏日本 對不對 美國在日本 對台灣 有金屬簽名嗎 有啊 有金屬簽名 台灣民國 是怎麼會來台灣 第二 第二 美國 對 美國 美國總統隊們 批准的 美國總統隊們 美國總統隊們 指派蔣介石 大運算 來台灣做 軍事占領 對不對 那就是1945年的 十月日後 那個 在 台北公衛堂 舉辦的那個 壽祥典禮 所以 你 中華民國 他跟我們的關係 大致上就是這種關係 啊 啊 我們跟日本呢 我們過去 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嗯 日本的關係 那是早期 那是1945年的 四月前 在台灣實施 民治憲法 台灣 台灣 他的地位 就不是殖民地的喔 那叫做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喔 那叫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喔 所以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官 不改變喔 沒有改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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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台灣民國現在 站在我們的頭上 要把我們管 欸 你不可以這麼奇怪 頭的不是他的 但是他還可以把我們管 你覺得這個概念 會怪怪嗎 有點怪怪的喔 有點怪怪的喔 對 啊這其實就是一個 管轄權跟所有權 會不一樣的地方而已 你只要能把這個概念 建立起來 管轄權是管轄權 但是所有權 就是所有權 你有管轄權的人 不一定擁有所有權啊 所以台灣民國 他沒有辦法用台灣的名號 在全世界怕頭頭 你有發現嗎 他每次要派球隊出去比賽 他跟我說這隊叫做台灣隊 有沒有聽過 正式名稱有沒有用過 從來沒有 對不對 他一些主委的單位 跟我說用台灣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有發現說 他一定是沒有擁有 台灣的領土主權 所以他沒有用這種名號 好 雖然他給我們管 但是他沒有我們的收入款 好 所以 我們在看剛才這些管轄的時候 我們 就好像一個醫師一樣 要診斷 我們的診斷 現在台灣的發生問題 就像說一個破片的人 醫生要診斷 讓大家聽診器 聽一下 但是你要他看 你要他聽 你要他聽 你車身上 你說辦法看得好 看得不好 但是 進學醫生 他有什麼背景 他有醫學的背景 對不對 他這麼好的怎麼樣 對症 下藥 你如果是台灣民進府的成員 你批上台灣民進府的醫師跑 然後你要有什麼背景 你要有什麼知識 你才能夠正確診斷台灣現有的不正常的狀況 要用什麼 法理 對 要用法律 我們就要有國際法 政政法 國際管理法 會接一些這些國際法的概念 你才能夠正確的展覽出來 原來這件事 是什麼意思 好 接下來 大家 又有趣 這是在Twitter裡面 有一個很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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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文章 這個 叫做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這個油棕 是什麼 顏色 大家要用Twitter 你就在Twitter搜尋裡面 打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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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tag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你就會發現說 很多人 很多人在說這件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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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原宿 補這個商品的人 他學的商品 他就開始問別人 問他的一些朋友 他說 我這個 你們大家幫我看看 這件衣服 到底有什麼顏色 他是Blue and Black 還是White and Gold 有人 Blue and Black 就是藍底 黑條紋 White and Gold 就是白底 黑條 金黃色的條紋 結果 這個Twitter 發出之後 很多人開始回應 有人說 我看到Blue and Black 但是 有一個人 說 沒有啊 欸 這件衣服是 White and Gold 是怎麼不一樣 白白一張商品 是怎麼大家看的顏色 也不一樣 這 結果 現在 在Twitter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看到的是 Blue and Black 但是才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看到的是 White and Gold 所以這間 這間 藍莊的公司 把那些衣服 用Twitter 又發出 他說 我這件衣服 真的這件衣服 顏色就是 Blue and Black 這是那些衣服 買來的 那間公司發出 大概就 停止了那個爭論 但是 為什麼 有這種爭論 為什麼 大家看到的 顏色 也不一樣 為什麼 這就看一句說 我們的眼睛 跟我們的大腦 你看感知這個顏色 會因為你的 DNA 視網膜裡面的結構 跟人不一樣 就是說周邊環境光線 你看到的 會不一樣 我們來做一個 觸媚的 調查一下 你看 Blue and Black 抓手 有人看到 White and Gold 也是有人看到 White and Gold 我每次 驚人來抓手 大概都會有 但是 不代表說 你看到的 White and Gold 還是你看 Blue and Black 你的眼睛生病了 這不是 這不是 這是我們大腦對 光線 顏色的感知 大家的結構 不一樣 所以算下去 要跟大家問一下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然 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就跟 那裡有種一樣 你現在在台灣 問外面的人 問說 台灣人的國籍 是什麼國籍 有人會跟你說 那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籍 我就殺了 因為中華民國太多了 出國都殺了 中華民國的 那本成本的 負責 所以我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籍 那是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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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來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 其實都一樣 你看 A跟B 有一樣 看 A跟B 有一樣 沒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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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大部分都沒有一樣 我看也沒有一樣 但是 你把這兩條線 打了 這兩條 輔助線 放的 往上看 你直接看這裡 你不要看別的地方 A跟這兩條線 有一樣 有 你再往上看 A跟這兩條線 有一樣 你不要看 A跟這兩條線 有一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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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 B跟這兩條線 A跟這兩條線 所以 A跟B 同色 對不對 沒有錯 好 這樣 這個度 A跟B同色 可以手 A跟B同色 可以手 A跟B 沒有同色可以手 對 也是有 A跟B同色 但是 剛才的邏輯已經跟你說了 A跟B是同色 但是 為什麼 你不要相信你的邏輯判斷呢 有沒有 這個度 沒有偏離 這個度 沒有偏離 感覺 對不對 你的感覺會受到什麼影響 剛才的影響 環境 光線 對不對 所以 你會受到這個光線 不一樣 你如果不看這兩條線 你直接看 大概這樣子看一下 你會發現 A跟B沒有同色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仔細看 看B就好 然後參考這兩條線 B跟這兩條線是一樣的 同色的 A跟這兩條同色的 所以邏輯上 你會發現 A跟B有同色 有啊 有啊 有同色啊 但是 我再討論一遍 A跟B 同色的 跟手 啊 沒有同色的跟手 也是有人說 沒有同色啊 但是邏輯已經告訴你 對不對 邏輯已經告訴你 他們是同樣的顏色啊 但是你還是不相信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大腦的感知 會因為 這邊的 環境 光線的不一樣 讓你的感覺 不同色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麼暗 比較暗的 你的眼睛的感知 會把那個暗的地方 會稍微調明亮一點 所以你感知的時候 會發現說 B跟A 就不同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個人的 台灣的重點 就是要說這個 這 這 如果是要解釋 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跟日本 本來就感到 對不對 對啊 還是因為 這個地方民國 幫你採在這裡 用六十幾年來的 創作的教育 還幫你教教育的歷史 我給你知道 國際華的地理 他給你採在這裡 讓你無形造成 讓你的光線 不夠明朗 所以你發現說 台灣跟日本 那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 這個人調查 當作 國際法的法理 國際法理 你用國際法的法理 去做邏輯的判斷分析 你會發現 A跟B 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 A跟B是一樣的啊 所以國際法理 國際法理 國際法理 國際法上 A等於這兩個 B等於這兩條線 A顏色是這兩條 A等於這兩條線 所以A跟B是一樣的 對啊 那你要不要相信 國際法理 把你教下去啊 你要不要相信 要啊 你應該相信啊 你不能再憑感覺啊 對不對 你不能再憑感覺啊 所以這個道理 就是要跟大家說的 那種 用感覺 常常你沒有辦法 判斷 真正的事實 對不對 屬性 A跟B 就是一樣的嘛 我們再做一個統計一下 A跟B 沒有一樣的 又拿手 啊 一樣的拿手 哈哈 這都相信啊 這都相信啊 好啊 來 算一次 你要看 這個地球 對不對 啊 這地球嘛 要問一下 地球 是紅的 還是白的 他的嘛 但是我會跟你說 在地球上 以前有人說 地球是白的 你會覺得怎麼樣 對 以前說白的 閉的 你會覺得怎麼樣 你說地球是白的 怪怪對不對 你現在說怪怪嘛 對不對 但是 在 大安海時代 15世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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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世界的 那有世界的 那一人 頭頭都喜歡 所以 他那尾 那尾 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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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的 地球是平的 而且有世界的 那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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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尾 在萬丈深淵 那尾 粉身碎骨 所以 那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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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世界盡頭 哪個世界盡頭會造成毀滅 所以那些人敢不積極地要去航海 積極地去冒險 會不會 不會啊 這不敢的嘛 對不對 這不敢的啊 一樣就得利啊 你如果沒有台灣民進府這個法理論述跟你說 你敢不敢去挑戰現在中華民國講的那一套 不敢嘛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誰做贏的還是誰做賓的嘛 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高倫布跟別人的看法不一樣 他感覺地球不是白 他覺得地球是怎樣 圓的 這是高倫布 那時候世界上 所有人都認為地球是白 那些人還相信在大西洋那個地方 穿滿了很多Monster 就是野獸 巨獸 這個野獸大到很大隻 嘴巴打開之後 就會將這個鑽把它吞下去 所以有危險嗎 很危險啊 對不對 那些人還相信地球是白的人 他就是說 大西洋裡面 穿滿到了 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瀑布 就像我們前面的那一套一樣 那個很大的瀑布 會讓我們的栽域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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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我們的栽域粉身碎骨 非常的危險 但是高倫布呢 他認為地球是贏 所以他就要用地球是贏 這種想法 要跟地球是白人 這種想法要怎樣 對抗嘛 對不對 要去對抗這種想法嘛 要去對抗嘛 也是要去对抗 后来哥伦布他是对的 因为他要去说服 他要去说服所有人 是不是至少要说服 万一跟他一轮去冒险 要随手 所以后来就来发现新大陆 发现美洲 但是美洲就是新大陆 不是啊 至少美洲行程以来 他就一直在那里 只是以前那个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他那个不叫新大陆 只是他改变了思维 所以才会发现那个结果 顺劫的对立都要看 我们来到民进入训练法理的概念 充实我们的法理概念 我们就可以为台湾找到什么 新大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新大陆 但是新大陆的愿景 但是要不可及 不可能达到的吗 是可以达到的啊 只要有明相化改变 就可以达到 就是纯粹得力啊 所以 哥伦布他确信 地球是圆的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 也跟大家说 台湾民国 没有拥有台湾的联络策 台湾民国 台湾民国 它是一个立方政府 所以台湾民国 它知道我们 它要招募 台湾民国 给我们交易 我们的国家 这个台湾是 无法国家法的 所以 一定要离开台湾 政府一定要交回台湾 台湾人所造成的政府 就是台湾民政府 所以 你这个观念正确的 你就可以找到 正确的路 你就可以让你发现 台湾的新大陆 好 刚才 郭伦布 他说 要跟 那些人为 地球是圆的人 的这种生活 去对抗 地球是圆的这种生活 在 郭伦布 他怎么认为呢 他说那种生活 是什么 Foolish belief 是一种愚蠢的 禁念 同样 在台湾内内 也有一种愚蠢的信念 Foolish belief 这个Foolish belief 我列举给大家 看看一下 这都以前 党民国 把我们乌云造成的 他给我们的讯息 第一 根据开乐参与 1945年 10月2日 台湾官府 是不是 过去是不是都要给你教 你是不是都要相信 对啊 但是这个是假的 假的 假的 Foolish belief 因为台湾官府 所以 台湾南地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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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ROC的国籍 听起来好像也很正当啊 但是 上面 上面的 这个如果是错的 引申下来 这个东西会不会正确 一定是错的啦 對不對 对不对 啊 因为台湾人回合国籍 所以ROC的行判 在台湾实施 台湾做变成ROC的 这样 不对啊 不对啊 但是过去 你感觉 你感觉 对啊 所以一个 策劳会开始 一直演变 一直推论下来 每一项都是错的 但是 你有没有感觉他是错的 没有 过去你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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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 他要实施民主化 开始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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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联合国 参加他的外围组织 去让人董掉 对不对 如果是主管道理国家 联合国就进得去了啊 如果是主管道理国家 你到底能参加联合国啊 对不对 是怎么 阿扁每次要叩关联合国 对不对啊 都不会成功啊 对不对 是其中一定有问题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他因为 台湾人回合 所以 他们就极力反对一中政策 对不对 你看 你现在看人家 是不是都一直反对一中政策 没有错哦 对啊 因为他怕什么啊 我如果跟ROC是一样 那我如果跟中国统一 那我台湾就会被中国并坑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这逻辑 但是 这逻辑怎么对 不对啊 不对啊 咦 咦 什么问题 没有啦 好 好 啊 因为 因为他把台湾当做ROC 所以 他就开始拥护 那支车轮機 有没有 成余年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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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 把那个地方 严重 喝 那边 那是个 成余年来台湾 那一句話 錯亂記對不對 啊 再來 他們經常在講 就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 所以 ROC 台灣 對我出現 只能夠用一個 Chinese Taipei名稱 這個 這個公法感到 也不對啊 所以 以前的 Futish belief 這都不對 但是 過去 我們有發現 我們沒有發現啊 過去 因為他跟我們烏雲造成 讓我們感覺 A跟B 不一樣了 啊 所以 他用這些下去 你前面就開始混在那裡了 就跟他上一個殼 上一個殼在說 你是不是漢人 不是啊 你本來就不是啊 但是他跟烏雲造成 老闆 做你 擦 用家庭的力量 做你 擦一擦 擦個之後 你不是中國人 但是你自己入 among 是怎麼 中國人啊 這很好笑啊 這很好笑啊 剛才說的那個futish belief 顯示在時事上面就是這個 典型的 蔡英文在2011年 就是他在競選李皇政府的總統的政情 他在高雄的勞動公園裡面 他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過去你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你現在看到他這個標題 你會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想法 錯誤的嘛對不對 假的嘛 騙你的嘛對不對 這個 用這個概念 對台灣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你一樣去聯絡國 我們也是幫你董掉 對不對 你每次有什麼天災地變 有什麼緊急危急的時候 你會發現嗎 我們台灣人 殺那本前陪的火照 都是什麼 都沒有辦法得到即時的援助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不是主張國家 所以你的管理就會受順 好 對 所以我們來這裡就是 我們知道 我們不要害人騙了嘛 對不對 你看 可是這新聞 老婆 甘比亞 在2013年的11月的時候 他跟中華民國等高 但是標題 竟然是誰 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啊 請問一下 甘比亞 有跟台灣建交 沒有啊 你看這新聞 你把翻頭看 你就知道嗎 跟他斷絕的甘比亞 知道跟誰斷絕 他跟中華民國 以前跟中華民國建交 甘比亞知不知道 他跟誰建交 他也不知道啊 他知道啊 他知道跟中華民國建交 他有跟台灣建交的喔 沒有啊 甘比亞知道他跟中華民國建交 但是新聞記者沒有的標題 跟台灣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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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真奇怪 台灣跟中華民國就是不一樣啊 怎麼會把他寫成一樣啊 你看所有的都有台灣 對 對 對啊 你說也會通 連是在想 台灣就不受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沒有擁有台灣 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什麼單位 中國大使館 這個 在台北 經濟文化 代表 辦公室在 美國 你對比裡面這個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USA 是什麼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大使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跟你說 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在美國的代表處不是大使館 為什麼 對不對 他不能用大使館 沒有我們的機館 而且你看上面有沒有台灣 上面有沒有ROC 也沒有 我發現衝突點跟增值點 好 再看看 亞太經合會 經常新聞報 一年也一次 APEC 這APEC會員的會員表 你要看 圍地面看我的在下面 這裡有一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共和國 中華民共和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ROC 這裡在看 有什麼ROC 沒有 但是有一個 中國大陸 有沒有 過去你認為中國大陸 就是什麼人 台灣 對不對 你認為中國大陸就是台灣 我們 這個 想法 對 不對 強烈是台北 不是台灣 因為你怎麼 你怎麼念 念不出台灣 對不對 你怎麼念都念不出台灣 你怎麼會認為 強烈是台北 就是台灣 不對 好不好 對啊 強烈是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對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對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待會我們來解釋 來 再來 換另外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叫WTO 這個組織叫WTO WTO 台灣在WTO的會員名稱 你在看 落落長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澎湖 金門 馬祖 哇 他會這麼落落長 是怎麼有一個 組織劣會員的名稱 要這樣 叫做分離 關稅領域 台灣澎湖 金門 馬祖 有什麼要這樣 這基東 什麼 比喻 英國 對 基東比喻英國 大家解釋一下 台灣和朋友 我們知道嗎 什麼人會 會領土 日本 天皇 神聖不可問個領土 但是因為 建金的關係 去讓美國軍事占領 占領的時候 美國 他的管轄權 就是中華民國的管轄權 是不是在台灣實施 對不對 但是這個土地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 不是 不是 他是美國軍事占領下 日本天皇的領土 然後他有一個獨立的 他有自己有一個關稅制度 所以一個叫做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分離關稅領域 誰的分離關稅領域 誰的分離關稅領域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日本關稅領域 這個金門馬祖 如果金門馬祖 是台灣的領土範圍 那這兩個就不用寫 對不對 那兩個就不用寫 就直接寫 我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 所以他的名稱還給這兩個 你有感覺嗎 這基調 也比喻 英國 一定是這樣 因為這兩個的概率是這樣 這兩個是 因為 中華民國 他走路來台灣 他控制 本來就是 中國 兩個領土 那兩個叫做 金門馬祖 所以 金門馬祖 就是 中國的 分離關稅領域 所以 台灣北洋跟金門馬祖 他們兩個 的法理上的 地位 是不一樣的 就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 分離的 關稅領域 金門馬祖 是 中國 因為內戰的關係 所以 三星的分離 關稅領域 所以 你看 他這個 這個名稱 他還要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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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長 賴清德 他去中國訪問 他訪問 他訪問的人 他有說 台灣的未來 他有台灣的人民 齁 來做決定 啊 因為國台辦 啊 中國那篇國台辦 就 記者會就說了 他說這句 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必須要包含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請問一下 他說的這句話裡面 有冒犯台灣 有侵犯台灣的租款 他們都要這樣說 外面都要這樣說 他說這句話 侵犯台灣主權 有沒有 來 我們統計一下 有的舉手 沒有的舉手 來 我問一下大家聽好了 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問題 跟什麼有關係 沒有 中國 中國的領土主權跟什麼有關係 跟他自己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 因為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問題 要由誰決定 中國人民決定 對不對 他們自己決定 你會覺得奇怪的地方在這裡 台灣同胞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這裡 這裡是 後面跟你說的就是全中國人民 所以意思是說 台灣的同胞 是不是中國人民 是 是 是 但是你感覺上會不是 是因為你以前的概念 台灣同胞指的是 你的感覺說 台灣同胞指台灣人 對不對 但是 如果在營利的意思裡面 叫做 compatria in Taiwan 就是因為中國的同胞在台灣 所以 他們才叫台灣同胞 所以 台灣同胞是指 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中國人 在台灣的什麼中國人 流亡的中國人 所以 中國人 住在他們的本土裡面 叫做中國人 但是 他另外還有一些 他的子民 流亡在外 那些人 也是中國人 那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問題 是在講台灣澎湖 還是在講 親門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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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就通了 所以他說這幾個裡面 有說到 對台灣不敬 沒有 有沒有清完台灣的主權 沒有 對不對 但是呢 報索 記者 他有進行 那些 foolish belief 跟台灣跟台灣民國 濫作為 所以他會覺得說 哇 他這樣講喔 侵犯台灣主權 結果變成說 台灣的政党 要讓中國來決定 欸 剛才那幾個裡面 有這個意思 沒有啊 但是 記者 整個氛圍 都造成這個 你如果他就要叫馬英九的表態 結果馬英九的本來他這樣講喔 這樣迴向堅持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照顧下 也要台灣南軍三百萬人民 共同決定 台灣的未來 欸 你聽這幾句 聽到的時候 你以前的你的想法都 欸 感覺 感覺這樣也對 感覺也對 但是這幾句裡面 他有另外一個意涵 你有發言嗎 馬英九在這幾句裡面透露一個 以前他們不願意講的一個秘密啊 中華民國有沒有擁有台灣 沒有 我換一個場景給你看一下 假設這個是歐巴馬 想像一下 歐巴馬 他說這句話 美國政府一向堅持 在美利街合政國的憲法教過下 由佛羅里達的人民 共同決定佛羅里達的未來 美國總統怎麼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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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佛羅里達這樣說 不會 為什麼 佛羅里達 怎麼 已經是美國的領土 對啊 已經是美國的領土 已經確定了嘛 他需不需要這樣子講 不需要喔 所以 很顯然 馬英九他這樣說 那台灣是不是中國的 顯然不是嘛 顯然不是嘛 所以他才會 未來才需要再去做決定嘛 對不對 這樣會通過 所以 他在 他的憲法 架構下 就是一中原則 那一中原則是指金門馬祖 而且他是一個軍事占領 他在這裡 他不可能 就地合法 他不可能把台灣變成中華民國 所以 他要 他在堅守他 他 他現在的體制 然後讓台灣 未來的 未來的 未來的前途 讓台灣人來決定 因為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啊 所以 他的最後天機是 這樣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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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們再來說一個議題啊 很多人都覺得說 欸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我們這個表情要跟大家說 台灣既不是國家 也不獨立 中華民國在台灣 非國家 也不獨立 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主權獨立國家 為什麼 德國法國不承認台灣的國籍 到底有沒有台灣國籍這件事情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沒有國籍啊 因為 必須政府第一次去控告 美國那時候 得到的 法院判決的結論 台灣人有沒有國籍 沒有啊 Stateless啊 就是因為我們Stateless 所以不只要我們第二次過了 去告 就是說 他讓我們Stateless 這件事情 是違法的啊 所以 網友起訴 斯根的番組啊 他 因為他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 所以 不被人家承認嘛 他要不要哭泣 他要不要繼續哭泣下去 不用啊 他應該要怎麼樣 趕快來辦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嘛 你就能夠確認你是台灣人啊 接下來就辦 台灣民政府發行的旅行證件嘛 你走到世界各地 人家就知道 你是 台灣人嘛 來 這個 美國 國務卿 鮑威爾 他在2004年 10月25 去訪問 北京的時候 他 鳳凰衛視的記者 就替他問 問說 哇 那人前 執政的阿扁啊 常常在台灣發表言論說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不需要再發獨立 因為他已經有二十幾個國家 他生日嗎 生日嗎 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占對於這種言論 各位鮑威爾 你怎麼看 你發表一下 評論一下 鮑威爾這樣說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請問一下 那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中國 肯定不是 對不對 那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沒有獨立啊 而且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灣 作為一個國家 他根本沒有主權啊 作為一個 nation 他沒有主權啊 而且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這是美國的一直以來的政策 而且是美國堅定的政策啊 所以美國的香港裡面 你台灣哪有獨立 沒有啊 你台灣哪不是一個 有主權的國家 沒有啊 所以從這裡來看 就看得到 這裡的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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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 如果 更好 看得到 美國的 那麼 南鐺 怎麼 他 說 你被人家軍事佔領中 你的主權是叫什麼? 帝到的 美國嘛 你叫美國帝到的 所以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正常的主權狀態 還沒有嘛 對不對 他打成要享受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灣這個地方做一個 nation 他有沒有擁有主權 沒有 譬如指定有經常給我們問嘛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幾位 這幾位 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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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灣人沒有收入款嘛 台灣人沒有台灣的所有權 就沒有喪問題 台灣的喪問題在誰身上 1895年6號 在日本天王的身上 因為1895年6號 大清帝國就從台灣噴吾 永遠而且完整的主權 全部割讓給日本天王 所以日本天王才擁有台灣的主權 好 就是專訪的過程 我就不再說了 第二 八二裡面 他說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沒有擁有 sovereignty 這個 sovereignty 其實他在說的就是這個國家主權 state sovereignty 這個state sovereignty 一般 都有這幾個要素來構成 第一 他有肯定的領土 第二 他有人民 第三 他有身為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 對這個人民 這個領土 有管轄的權威 就是這個政府對外 他要給人信心 recognition 擁有信心 這四個同時並存 這個國家 他就擁有state sovereignty 他就有正常 他就是正常的主權 獨立的國家 這就是state sovereignty的意思 我們來看 像鮑爾也說 台灣沒有 sovereignty 第一 領土 現在的國政府 他有擁有台灣的領土 沒有 這個領土裡面 還有參雜 金門 媽祖 台灣 朋友 分數不同人 這樣 這個領土 有確定 沒有 第一關 就打槍了 對不對 第二關 population 民國 把你的國籍 發行東華民國身分證給你 讓你 這個台灣裡面 正確的人民搞不清楚 這個土地裡面 既就有兩種成分檔 一種的叫做本土 台灣人 另外一種 流亡在台灣的 中國人 這兩個人 他的身分 有一樣 沒有一樣 我說一個例子 你知道嗎 我們是不是大日本帝國 本土台灣人 我們在建軍 我們是建軍 還是建輸 我們建輸 我們是被政府的一方 我們是被政府的一方 中國民國這邊 代表美國盟軍過來 佔領台灣 他們這幫人 由中國刷過來 他們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啊 他們是戰勝國啊 他們是站在美國那邊的盟軍啊 他們是戰勝國啊 他們是國來的政權嘛 對不對 他們戰勝國啊 我們是戰敗國啊 啊這兩個國家 正前是在修建的啊 啊你修建前 他們兩個的利益 跟不一樣 不一樣啊 他們的利益 不一樣啊 是衝突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有可能 叫戰勝國的馬英九 來規劃變成戰敗國的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這樣想 你這樣想 他有可能這樣做 不可能嘛 而且在日文國裡面 我們戰敗國 我們是受到什麼人的保護 我們受戰勝國的保護啊 對不對 我們是被保護的一方啊 他也是要保護我們的這一方啊 所以這兩個新聞是不一樣的啊 所以不一樣的那時候 你怎麼有可能 南南會就地合法呢 不可能嘛 所以在這關 什麼 又打錢 再來 Authority 這個地方 在台灣這個地方 現在跟我們管事 叫什麼政府 流行政府嘛 他對我們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嘛 他對我們說 他又是中華民國政府啊 他對我們有沒有有效的 有有效統治 有啊 有有效統治 他跟我們管事啊 但是 他這個Authority 他這個Authority 他對我 有辦法給人信心 沒有嘛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給人信心 沒有嘛 因為他是流行政府 他是外來政府 他是外來政府 他不是People of Taiwan的政府 他是戰勝國的政府啊 他是戰勝國的政府啊 他有辦法代表我們戰敗國的人嗎 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嘛 就好像美國攻打伊拉克 伊拉克被他打敗了 美國軍事政府 在那邊 在那邊管轄的時候 美國軍事政府 可不可以代表 伊拉克的人民 去 去外國參加國際組織 不可能啊 對不對 不可能啊 所以 你這樣想就知道嘛 台灣民國雖然有跟我們管轄 但是 他沒有辦法代表我們本土台灣啊 他充其量 他可以代表於什麼人 讓我們做 流浪的 中國的人嘛 對不對 就好像 印度的蘇拉 那個西藏流煌政府 他 ط你幫代表印度人 不是吧 叫做 這個旅程怎麼就通啊 他未能代表印度人啊 他 fore 所以 雖然裡有關係啊 當然 他沒有辦法代表我們本土台灣人啊 沒有辦法本土台灣人 他對我更有可能給人信任 不可能啊 所以為這事業要所 要跟大家分析 鮑威爾他在說的 這個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伊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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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三文字 為這裡你看 你就知道 完全 共和民國一頭 完全破功 有沒有 完全破功 但是 我們常常有一個 有一個思維 好像都走不出來 感覺 好像用雙記 就是 人民主權的表現 好像 雙記 就擁有租款 有沒有 是不是 以前 他們一半都要雙記 就跟我們說 這是人民主權的表現 所以因為我們雙記之後 好 所以我們已經有租款 因為這是一個 人民主權的表現 但是 到底什麼是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popular sovereignty 其實 這是一個原則 他的原則就是這樣 the principl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its people 這是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 這個政府 他的王國體 有沒有 他的權威 是來自於人民的同意 然後 用選舉的方式 選出他們的代表 來再把它維持 你如果選不好 你如果做不好 我再用選舉方法 替你換掉 對不對 你如果選好 我就繼續給你做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概念 就是人民主權 一個原則而已 意思是說 我們都是被管理的人民 但是我們因為要成立一個政府 我們用投票 我們投票 我們同意讓某某人 做我們的領導人 這個領導人 他的產生 就是緊固 我們的選舉 做三星的 三星之後 他翻頭 來把我們灌 有沒有 所以這個 他這個 官律欄的 這個political power 這個political power 以政治上的權力 是來自於我們 我們同意他 來當我們的領導人 這個 人民主權 他的一些 他的概念而已 所以 一切人民主權 是要產生什麼 要產生 政府的權威 人民主權 是要產生 政府的權威 你看 國家主權的要素 裡面 有一個叫做權威 政府權威 這個權威 就是人民 人民主權的表現 請問一下 你如果繼續在台灣 在這個 民國的體制裡面 繼續跟他 投票 選舉 請問一下 你只是創造 中華民國 繼續在我們這邊 統治的權威而已 你有沒有辦法解決 領土 人民 和國際成長的問題 會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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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必須 跟我們說 我們 我們 不要再去參加 中華民國的選舉 得利 就是在這裡 你在這邊玩 玩不出來 你在這邊玩 玩不出來 你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不要參加選舉 不要參加選舉 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用什麼解決 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用什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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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民 華民 華民要用什麼 實際的 實際的 那個動作 對 沒錯 要用新清台灣民進 建議 身分 你就要把這個人民 做區隔 你都要區隔 中國人 跟本土 台灣人 這一區隔下來 整個就好像連鎖反應 就開始下去了 整個就開始下去了 來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胖子 這個 2007年 亞洲北警報賽 到2008年 北京奧運的資格賽 這個什麼 過期 你認為這個是什麼 這位 我恤懿 請問一下 你以前在看這頓 有發現說 這台��好像好像我們出名了 那個年輕人 這是台灣隊 正好 amos 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派出代表 所以她是台灣隊的代表 他派什麼代表這裡 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代表 Chinese Taipei 進一步的解釋 派流亡在台灣的 中國人的代表 就是這個意思 他是派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去參加比賽的代表 你要看這個 如果在比 球類比賽 包括選美比賽 他跟我派台灣的代表 你知道嗎 Chinese Taipei 這國際小姐 2013年國際小姐 這個跟台灣的代表 不是啊 但是感情上覺得說 他是台灣的代表 台灣人啊 但是法律上 他不是啊 他不是代表台灣人啊 他代表是誰 Chinese Taipei 流亡中國人的代表 來跟這個 Mr. Wall 世界小姐 世界小姐的選美 你要看這個 這個 就是Chinese Taipei的代表 你聽看嗎 他會自我介紹 一看有介紹說 他是台灣人 你注意聽喔 來我們點這個畫面一下 來 大家讓我們按一下 Hello I'm Cynthia Chan I'm Miss Chinese Taipei I'm 21 years old and I love reading hiking and cooking for my family Since there hasn't been a Miss Chinese Taipei in Miss World for many years I'm very honored and happy to represent my country in Miss World 2013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 more about this beautiful Indonesia Thank you 這裡印尼 舉辦的那個 2013年的 世界小姐的選拔上 她看她的自我介紹 她有說 她代表台灣 沒有喔 所以在正式的場合裡面 這個強烈之 Taipei 幹嘛都用台灣的名號 沒辦法 她沒有辦法 所以你可以知道 強烈之 Taipei 她代表的是誰 什麼人 中華民國 流亡在台灣的 中國人 她是代表這個身份 來 這個 古年 2014年 在韓國仁川辦的亞運 你看看 有一個開幕式 對不對 世界各國的代表 都會進場 你看看這堆 這是什麼堆 看她的穿插 跟她的機器 印度 對不對 印度 這堆什麼堆 印度 印度 印尼 印尼 對不對 你看這堆什麼堆 馬靠 馬靠 抖點 China 你看看 跟前面那堆 名稱不一樣 為什麼要 馬靠 抖點 China 澳門現在是 誰的主權範圍 中國 對不對 所以澳門是不是 中國的一部分 對啊 沒錯 所以她就用 馬靠 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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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堆什麼堆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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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點 China 欸 她的名字也是這樣 所以 香港現在是誰的主權範圍 中國 沒有錯 對不對 好啊 這堆什麼堆 中國 台北 欸 你如果想說這堆是台灣堆 那 我們叫他們 口口聲聲說 台灣是 中國民國的一部分 或者說 林鄉 台灣就是中國民國 那 如果是一部分的話 那太超出這一堆應該是 台灣 抖點 China 或是台灣抖點 ROC 但是為什麼不是呢 對不對 所以你就 在這裡 你會覺得奇怪了 有明星裡面就覺得奇怪了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要想過 剛才說到這裡 六四行錯了 這堆 那是台灣堆 不是 這堆是什麼堆 流亡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 流亡的中國人的代表 有沒有台灣隊派出去 沒有 沒有 沒有台灣隊派出去 所以 你不要再把 強烈士太北當作王的隊伍 不要這樣想 好 那剛才 不是 他是不是聽說 因為中國的主腦 所以 剛才我剛才 哪用起來 你是太北來 但是 你看到台灣 回來看 怎麼在台灣要辦的比賽呢 還有怎麼用ROC 沒有 對啊 你看 去年 11月 在 台中辦的21U 世界要辦球賽第一次 他在台中比賽 但是 他有什麼ROC 沒有 你看這個媒體很奇怪 台中 逗典 強烈士太北 欸 奇怪 對不對 對啊 如果你是ROC 你應該是 台中 逗典 ROC 怎麼 台中 強烈士太北 太北 不過是個城市嘛 對不對 欸 什麼時候台中變成台北的一部分 好 這很奇怪 有沒有 你會覺得很奇怪 很趣味 很好笑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它是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強烈士太北有什麼意思 強烈士太北 他進口 他解釋就是這樣 強烈士XR government in 台北 所以縮寫起來叫做 強烈士太北 中華台北 他正式的名稱叫做強烈士 柳王政府在台北 該選一個 該選一個 什麼叫做柳王 什麼叫做柳王 柳王意思是什麼 我 離開 我的國家 我的噴頭 照處理百個國家 去柳王 照處理百個國家 因為我 因為 他正在中華民國 他在中國大陸 去讓 共產黨 給他 逛處理 對不對 他出來的這個動作叫做柳王 但是柳王出來之後 他總共有十個地方 落腳 對不對 那落腳的地方在哪裡 在台北 對不對 在台北 在台灣的台北 那 柳王政府 他 他的意思說 我原本 我在國家 我自己的國家 政府 我沒有辦法成功了 我都 照處理 柳王 去外國的地方 把我原來的政府組織 來 在那個外國的社區裡面 我還繼續我的運作 這個動作叫做柳王 柳王 哪有一個地方叫做 台灣的台北 你還要想嗎 我 從我自己的本土 跑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地方 的一個城市 落腳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台北 對柳王的中華民國政府 跟台灣是什麼關係 台灣是什麼關係 台灣是什麼關係 國內關係還是外國關係 外國關係 外國關係 對不對 因為他流亡 他流亡 他漸漸漸都會叫人 不承認 這樣 以前有說過 他好像沒有行進 從什麼時候開始 他就是這種命運 他就是這種命運 他就是甘比亞 對不對 他自於1949年 十二月開始流亡之後 六六熟熟 很多國家 就不承認他了 因為他喪失了自己的領土了 他是流亡在外 所以人不承認他 不會繼續承認 他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 所以他被人家斷交 是怎樣 是正常還不正常 是正常的 你看 195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第一位生前 中華民民共和國 就是英國政府 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後 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 再來197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 1972年 澳洲又跟中華民共和國斷交 1979年 美國正式跟中華民共和國斷交 1992年 韓國南韓 也跟中華民共和國斷交 請問一下 順這個世 中華民共一台人 最好他的邦交國會存幾個 最後會存一個 會不會敗的 對 最好他會不會敗的 因為這是公共和國的道理 因為他是一個立法政府 他沒有擁有台灣的命中出款 他不可能會結束給人生人 所以他的苗文就是最好 邦交國會等於零 也邦交國會等於零 好啊 所以有時候來看 台灣的國際第二有正常 我們剛才在講的 好像都在講中華民國 台灣在哪裡 看我們沒說到 我們來看 台灣的國際第二有正常 在這裡 美國重申反對改變台海現狀 欸 哇 我們就沒正常 我們想要改變啊 但是美國又跟我們說 不可以改變現狀 為什麼不可以改變現狀 因為阿扁採取這個方法 阿扁2007年一拋出 四要一沒有 違背他在就職演說裡面的四部一沒有 以四要一沒有的重點就是要把台灣跟中華民國畫上等 所以美國想要讓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變形台灣獨立 台灣要出現 美國 美國用這個方法 看起來是在改變台灣現狀嘛 對不對 就地合法 把中華民國變成台灣嘛 就地合法 那 這個 改變這種現狀 美國 戰勝還是反對 反對 反對啊 這種方法改變台海現狀 美國不會同意 所以所以 現狀 現狀 不能改變 剛才阿扁 既然 現狀 有問題 又不能改變 那 是不是你認知的現狀 跟你改變方法 是錯的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你認知的現狀 你要改變的方法 絕對是不對的 不符合國際法的動力 所以 美國現在再三地給你阻撓 再給你反對 啊如果 你走路 正向 美國敢不 敢不出聲 我們不行 不會喔 你看 我們台灣民進府 去告美國 美國敢有出聲 欸 沒有耶 沒有出聲 表示說我們告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不敢說啊 來 來 用這個方法來改變台灣的現狀 敢 對 來看 來看公道 被反對的公投 這個 阿扁啊 買公投交付聯合國 美國幫他反對 啊 因為 美國幫他反對 他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啊 這是一個未解決 代解決的議題 啊 啊 而且他也反對 中華民國 啊 他反對台灣 啊 公投入聯 因為入聯公投這件事 本身有 這個獨立公投的意涵 所以美國極意反對 為這個 為這個 喔 國安會主任 韋寧德 開始說 啊 啊 再來 美國高官反對台灣入聯公投 副助理國務卿 柯慶生 啊 再來 喔 經濟越來越大耶 國務卿RICE 12月2月 反對台灣舉行入聯公投 他說喔 以台灣名義 申請教育呢 果是一個非常具挑釁的政策 這個政策 造成台海不必要的緊張局勢 也不會為台灣人民 在國際舞台上 帶來真正的好處 以前你聽到這個 的言論 你會覺得說 美國台灣不停了 啊 我們不是每一邊都民主國家嗎 啊 啊 他待會 我們在尋求地位正常化的過程 他待會把我們阻擋 喔 啊 你不想看 那這個方法對不對 如果 如果是不對的 那美國一定跟你反對嘛 啊 而且 台灣是美國的 什麼地 佔領地啊 佔領地啊 佔領地 他怎麼可能會讓你台灣 片面的 就獨立出去啊 因為這個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啊 啊 他 我跟他這麼命 還跟他改變主權 啊 他要什麼東西 行給日本人 他不會 所以他不會這樣做 好不好 來 那這 他會承認的公投 這個片面改變現狀的一種 一種 這種啊 克里米亞公投 克里米亞公投 進行 德國總理梅克爾 他就說 這個公投不合法 欸 為什麼不合法 不合 不合克里米亞 不合烏克蘭憲法和國際法 因為克里米亞 他要公投 離開俄羅斯 他要公投離開烏克蘭 然後要加入俄羅斯 離開烏克蘭 這件事情 就是烏克蘭的憲法範圍裡面 他不經過烏克蘭的地方政府的動議 他自己辦了一個公投 然後他就說 他自己已經離開了 這個東西不合 烏克蘭本身的憲法 然後 他自己公投完了 又跑去加入 俄羅斯 但是 這件事情 有沒有符合國際法 沒有 因為 烏克蘭這個主權 跟俄羅斯這個主權接收者 他們兩個有說好嗎 沒有啊 他們兩個沒說好啊 是 克里米亞 偏偏自己公投說 他跑到那邊去 然後 俄羅斯自己就要 給他接收進來 那這個 就違反國際法 就違反國際法 所以 梅克爾米亞 這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投了 投了這些國 會不會被這個國承認 不會 因為聯合國大會決議 決議要求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 所以 採取了這個決議 11493的決議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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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亞的這個 要求所有的赫人國 不要承認 克里米亞這個地區的 現狀的改變 也決議 不要承認 這個決議有沒有被通過 有 100個國家 同意 11個反對 58個棄權 所以這個決議是有通過的 通過的意義代表什麼 俄羅斯接收 克里米亞這件事情 有沒有被世界各國承認 他的主權狀態改變 沒有 法理上 大家都不承認 所以克里米亞現在還是誰的主權範圍裡面 烏克蘭 不是俄羅斯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件事俄羅斯感接收了 你會不會發現 歐洲各國 美國 現在是不是在制裁俄羅斯 沒錯 如果不制裁 世界會變成怎樣 會台灣 對不對 克里米亞怎麼會通 台灣 可能也會通 對啊 可能也會通 今天台灣怎麼會通 高雄會通嗎 會啊 平洋會通嗎 會啊 教育會通嗎 會啊 就會怎麼 世界大亂嘛 對不對 世界大亂 世界大亂 另外現在被人承認的公投 就是他打下去 不要把他信任 說可以 這個 南蘇丹 南蘇丹他公投 啊 打完之後 美國給他 讚揚 哇他差那麼多 南蘇丹 美國就給他讚揚 阿伯要推入連公投 美國就給他反對 阿伯 阿伯是透過民主程序 投的公投 為什麼台灣要投進 政府不反對 阿克林沒有去投 他就跟他說 他違反國際法 違反烏克蘭憲法 阿南蘇丹去投 欸 阿美國就來讚揚 阿投了 阿南蘇丹 就就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然後很快就加入聯合國 欸 阿他會被公投 阿他會差那麼多 因為南蘇丹其他人的土地 是他自己本身的 喔 來 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 這個南蘇丹這個公投 他可以舉辦 他可以舉辦 他可以舉辦的法源依據 欸 因為蘇丹 整個蘇丹 整個蘇丹共和國 這是南蘇丹 蘇丹共和國的地方政府 允許南蘇丹 他這裡有一個組織 叫做人民解放行動的組織 就是他代表南蘇丹 跟整個蘇丹政府 跟蘇丹政府 要簽這個全面和平協定 簽好協定 在這個協定裡面 蘇丹共和國賦予南蘇丹 可以獨立公投 所以你看看 他這個公投 是入境過他的 中央政府的動議 有沒有 有沒有符合他們國內的 憲法程序 有啊 符合法律 他去投 投過了 會不會被承認 會啊 所以美國會讚揚啊 然後接下來 他就被世界各國承認 他是 南蘇丹丹是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 既然是主權獨立國家 加入聯合國 有沒有什麼困難 沒困難 很快 很快就可以去加入聯合國 這個全面的民意 兩邊 被許可的公投 就是 蘇格蘭說獨立公投 這當然已經投過了 但是在這個新聞 2013年的3月23日 2014年的10月9月18日 蘇格蘭要投獨立公投 但是這個獨立公投 還沒投進前 有人幫他反對嗎 沒有 沒有人幫他反對 有人相信 他這個公投 可以投嗎 他還可以做公告 蘇格蘭地方政府還可以做公告 他會查這麼多 你說很奇怪嗎 他會查這麼多 為什麼 來 這個 因為蘇格蘭的地方政府 跟英國的中央政府 在愛丁堡2012年的 10月15日 在愛丁堡簽一個叫做愛丁堡協議 這個愛丁堡協議 這個愛丁堡協議 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簽好 同意給蘇格蘭獨立公投 有符合他們國來的憲法程序嗎 有 都跟他的主權者談好了 因為 因為有這樣子的協議 所以就有這個公投的法源基礎嘛 所以他去投 有人跟他反對嗎 沒有啊 雖然未來他投不過嘛 對不對 未來他投不過 但是 他整個投票過程 跟可以投票這件事情 有沒有合法 有啊 完全合法 世界各國都不會反對啊 好 有啊 反正看台灣 欸 台灣是不是 現在要創一個 創一個公投法 有沒有 啊 明明是不是 我還要去修改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公投法的門檻 有沒有 還是 我們要來上課之後 立法院說 去收到那個有什麼作用 沒有 沒有作用啊 那還是在中華民國架構裡面下去玩嘛 你沒有辦法解決台灣的領土主權問題啊 啊 你看看 現在中華民國 他們 認定要買去 改門檻 中華民國的公投法要怎麼想呢 一分這兩種 只要叫做 地方性公投 只要叫做全國性公投 你主要看他全國性公投 全國性公投 全國性公投可以投票的四項是這樣 法律覆決 立法院者創制 重大政策 創制或覆決 憲法修正案 請問一下 裡面還有獨立公投 還有統一公投 沒有啊 所以這個法律性 還有給你獨立公投 統一公投的依據 不會有啊 所以你去修改那個公投法的門檻 那是要做什麼 而且 什麼人可以到這個公投 這個 中華民國的國民 年滿二十歲 請問一下 你跟中華民國的國民 不是啊 你要不要去投 不要啊 你去投中華民國的公投法 衝其量 如果要獨立的話 哪兩個地方可以獨立出去 金門馬祖 會不會是台灣朋友 不會啊 你去投他的公投法有什麼作用 沒有作用 你去修改那個門檻有沒有什麼作用 也沒有作用啊 因為他也不給你獨立 也不給你統一嘛 對不對 這兩個事項都不能投嘛 對啊 所以去改這個有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啊 所以不要再去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去玩選舉的遊戲啦 但是 中華民國雖然沒有負負公投裡面 有統一、獨立的選項 但是 他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在台灣實施的這部憲法 他根據他們的憲法修正案 以後 他們中華民國這部憲法 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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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最終目的就是要統一 你感覺嗎 你感覺呢 你感覺他最終統一 作為他們中華民國 終極目標 這個事情 你是 持反對的 還是持討厭的 還是持樂觀其成的 你要樂觀其成 為什麼 你如果還感覺不舒服 那就是你還在現在中華民國的那個陰影裡面 你還覺得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所以你會覺得很討厭他們統一 但是你如果跳開那個中華民國的思想 你就會說 我就台灣人 你實在把我占領了 你實在把我占領了 你們希望的人你要統一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交換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怎麼樣 樂觀齊成 他們越早統一 他們就怎麼樣 越早離開台灣 對不對 他們說越早離開台灣 所以他們說要統一 不要去反對 你要說好好快點 對不對 真的 對啊 所以有這幾個公投的檢驗 我們就看得出來 蘇格蘭跟他的英國地方政府 是不是有統好 他才能夠公投 對不對 蘇丹人民解放組織 跟他的蘇丹中央政府 是不是都說好 簽全面和平協定 可以公投 對不對 克里米亞有沒有跟烏克蘭政府 講好 沒有 阿別人要推動的 路人公投 有獨立一行的公投 台灣有沒有跟誰的主權者講好 沒有 沒有 那強烈日太平如果要獨立的話 他有沒有跟誰講好 沒有 所以他金門媽祖 可不可以把他獨立出去 他不敢 為什麼 他如果把金門媽祖獨立出去 誰會打他 中國 因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沒有人會插手 沒有人會插手 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他的一個兩個土地要叛逃 要獨立出去 誰會打他 中國會打他 沒有人會幫他 沒有人會幫中華民國 所以台灣民國 他在建築說 他要兩岸統一 他是為了什麼 他為了自保 對不對 他敢不敢跟他衝撞呢 不敢 不敢 所以你要看 你的順序你就要發現 台灣民國是不是 在金門媽祖在撤軍 對不對 是不是在金安島 大興土木 起一個叫做 兩岸共同家園 其實就是兩岸中國人的 共同家園 那個意涵是什麼 就是流亡在外的中國人 他要怎麼樣 他要回去了 他要回去了 說到白了 兩岸統一 是要解決誰的問題 是嗎 兩岸統一 是解決台灣問題 不是喔 兩岸統一 是在解決 流亡中國人 在台的問題 還有 解決金門媽祖 回歸中國 主權下的問題 他這個問題 如果要改割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 還有辦法 還留在台灣 沒有了 所以你要不要 趕快 協助他們 兩岸統一 要 要 對啊 所以你這樣 心裡心裡 比較困難 還有一個議題 你如果 這 阿鼻子去 新清流亡國 結果 八連國的秘叔叔 替他提供 之前他是不是 還用公道 對不對 阿鼻子對嘛 阿鼻子對嘛 他就說 月宏推薦 來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聯合國的 那個網站 他有跟你說 你怎麼加入聯合國 你看中文版的看不 但是你看英文版的你就看有 在這裡 About Membership 一天裡面有兩個 給你 有兩個 開始 一個是說 How does the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一個國家 要怎麼變成新的聯合國會員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How does the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obtain recogni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一個新的政府或一個新的國家 要怎麼被聯合國來承認 這兩個議題 我們來看這兩個議題 第一 你要加入一個聯合國 你怎麼 State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他的意思說 你行政的流程是這樣 像阿鼻子 下行政書去秘書處 秘書處處交給安全理事會 安全理事會開會 統議了 然後給你推薦 推薦送來你大會表決 只要表決 商人之後多數決 你的聯合國會員 就得到了 聽起來覺得很簡單 聽起來很簡單 送去開會 統議推薦 推薦去 統議就好了 為什麼阿鼻子他會拿走 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 重點來了 在這裡 How does the new state of government obtain recogni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一個國家或新的政府 要怎麼把聯合國承認 聯合國是一個國際組織 那不是國際組織 那不是國際組織來承認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generally imply witness to as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他意思是說 你是不是國家 不是我 如果要把你承認 是我的聯合國 那些主權 獨立的國家 哪會把你承認 他如果把你承認 表示說 你和我這個聯合國會員 可以發展正常的外交關係 所以那就是我們剛才在說的 國家主權裡面 最好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叫什麼 recognition 對不對 被人家承認 被其他主權國家承認 你若是國家 你若是主權國家國家 你會不會被人家承認 會啊 你一定會被人家承認 那你如果不是國家 你沒有任何主權 你會不會被其他主權國家給你承認 不會 你不是主權國家 你可不可以申請加助聯合國 不可以 沒法度 重要就是在這裡 所以阿鼻子會承認 會承認 正常 他承認十次 會承認幾次 會承認十一次 會承認十一次 另外一次就承認 就承認就是會承認 對啊 好 這個保安 剛才講過 那個申請的流程 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在阿鼻子的時代 就發生了 這是1966年的時候 他們國的代表 在兩國 我們他們就很清楚 他們要講 1966年 你會記得嗎 1975年 是不是中華民國卿 特區聯合國 在那陣前 他們就開始在討論 他們就開始討論說 在台灣的問題 台灣中 已經提出許多觀點 如眾所周知 最重要的是 台灣的領土主權 尚未決定 1966年 就像和平條約 怎麼簽了 簽了 1952年 4月8號就生效 已經簽了 簽了 所以他在講 台灣的領土主權 尚未決定 沒錯吧 對不對 就像和平條約 造成台灣一個未決定的狀態 因此 我們英國政府的看法是 誰能在聯合國代表台灣的問題 尚無結論 誰能在聯合國代表台灣沒有結論 請教一下 1966年 聯合國有在台灣嗎 有啊 有啊 有在台灣啊 台灣裡面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啊 聯合國的英國代表 那竟然說 沒有人我代表台灣啊 欸 那台灣民國那個政府 那不是台灣的政府 就顯然就不是嘛 對不對 顯然不是嘛 所以 在1966年的時候 沒有台灣 本土人的政府 沒有 但是有一個外來的 政府 流亡政府 對不對 就清楚人 英國人 他們在說什麼 所以 UN的結論就是這樣 入園關鍵 主權獨立國家 是不是 不是 中華民國是不是 也不是 因為他流亡了 啊 ROC的代表什麼人 流亡的中國人 他可不可以代表 本土台灣的人 people of Taiwan 那不行 不行 不行 所以 沒有被承認的政府 可以代表台灣人 啊 有獨立議員的公投 美國會不會反對 絕對反對 因為台灣仍然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佔領不移轉 主權嘛 你如果獨立公投 所以就是移轉主權了嘛 所以美國會反對啊 所以 得到結論 ROC不等於台灣 而且ROC不擁有台灣 好 這樣清楚 那身材是不是更困惹 一些 為什麼呢 我們把這個理事實驗看 你就知道很清楚 1895年 大清帝國大皇帝 和日本天皇 簽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將台灣配偶 永遠 而且完整的主權 割讓給 大日本帝國天皇 請問一下 1895年 中華民國黨是成立的 1911年啊 他成立的時候 他的辦公園裡面 有台灣 一定是一定沒有的嘛 對不對 對啊 而且 1935年 台灣舉辦 實證40年 台灣博覽會 欸 啊 中華民國 跟台灣 是什麼關係 外國關係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不可能是中華民國的部分啊 而且 他們中華民國的1936年 中華民國的憲法草案 指出來他們的 古老僵域 會不會有台灣 不會嘛 他成立的時候就沒有台灣 他在自宣的時候 怎麼沒有台灣 一定沒有台灣的嘛 對啊 而且 他們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也自己說啊 中華民國的憲法 透一期古老僵域 非經國民大會決議 不得了變更之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 剛才有國民大會 開會決議 將台灣澎湖納入中華民國 沒有啊 從來沒有這個紀錄啊 既然沒有納入 那台灣會不會成為中華民國一部分 不會嘛 一開始沒有 中間也不會有 自宣了之後不會有 自宣完之後 也沒有 請問一下 到底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一部分 不是嘛 百萬之百 不是嘛 對啊 日清交友將爭 就是這個啊 就是這個馬關條約啊 很重台灣 所以 人家又人家都知道啊 就是這個馬關條約 台灣已經 台灣跟中國已經永遠分離了 你看 始政四十年 台灣撥展會 始政四十年 怎麼算的 1895年加四十年 是1935年嘛 對不對 你看 1935年呢 台灣撥展會 第一名插什麼機 日本機啊 對不對 那時候還有台灣民國 沒有啊 那台灣民國 那時候還沒有 跟日本有政經 也沒有啊 那時候還沒有啊 所以台灣是日本 大日本地國領土 這是絕對沒有錯的啊 這是那種的 一些場景啊 那種的獎品 但是時間來到1941年 十二月 欸 日本跟美國戰爭啊 那戰爭的結果 就是導航嘛 啊 結果 我們戰爭的戰士 我們戰爭啊 戰爭啊 美國跟日本 在美蘇里建的 你們簽這個 投降書 美國跟美國 宣稱說 美國關乎日本 沒有啊 沒有啊 美國沒有關乎日本啊 但是 蔣介石代表 美國來 他 關乎台灣 你現在聽得很好笑 對不對 所以台灣關乎 竟然是真的假 假嘛 對不對 假啊 而且是違反國際法 在你也不可以 遺孫主權啊 所以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 你現在台灣民國憲法 剛才我有說過 沒有開火嘛 那他的 憲法台灣裡面 幾個獎益 你給你看一下 哪有台灣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台灣啊 最近這幾天的新聞 審見德說 中華民國憲法 在土內沒有台灣 啊 這 他當成這樣 啊 我上九十八年 就已經想幾個九十八年了 早就在說這 啊 對啊 啊但是他們說怎麼呢 因為 因為 因為台灣沒有 因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裡面 沒有台灣 所以他們反對九二共識 哇 這樣對不對 兩岸中國人的兩岸共識 九二共識是什麼啊 一個中國嘛 兩岸和平統一嘛 對啊 啊 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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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騙人的 但是他們兩岸中國人 早就 同意兩岸要和平統一嘛 所以統一跟一個中國 其實就是他們 終極的目標啊 九二共識是在確定 這件事啊 你不要去否認 有沒有九二共識 但是 他們從頭到尾 兩岸中國人都是要和平統一啊 對啊 啊你去看啊 他又說台灣沒有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之內 然後他自己又要去 反對九二共識 這就好像我剛剛講的嘛 你這不是台灣人 你去反對兩岸中國人統一 有沒有什麼意思 對啊 你不是中國人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反對呢 啊 所以 所以 這個新聞我打一個 好笑在這裡 對啊 好 好 這很多 大家說這樣 應該 有清楚 可以分得出 台灣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好 他也知道 美國 是台灣的軍事佔領地 好 大概都可以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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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跟大家互相勉勵一下 好 其實這樣 馬丁路德金森 都是他的 他的未來 他說 他說 almost always the creative the creative dedicated minority has made the world better 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的 通常都是糾索 這些糾索的人 他是比較有創意的 這些糾索的人 是比較努力的 都是這些糾索的人 帶領整個大多數的人 往前走 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台灣民進會成員 還有很多 沒有 我們事情幾個名字 是不是台灣裡面算很糾索的 但是我們這事情很糾索的名字 我們的生活 到外面的人有一樣嗎 沒有 我們是不是比較有創意的 對不對 我們是比較先 說到拍照 比較先知 對不對 那我們有比較先知的 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繼續努力打拼 我們過五關 還持續參加訓練 我們一起來帶領 把台灣的地位 正常化 讓台灣的子民 萬代幸福 義兄 謝謝